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期 这一期我们用快枪手配上拉拉队 来看一下把它变成一个疯狂的牛仔 我们第一局就让某马相来体验一下 本来快枪手的射击速度就非常快 架了拉拉队以后更加的疯狂 射击的感觉根本就停不下来 现在我们在对面安排了 30名的亡灵召唤师 我们看一下这个疯狂的牛仔 能不能把他们全部歼灭 他们可以召唤出很多的骷髅 哇直接都打跳起来了刚刚 啊躺在地上打各种造型啊 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他的人了 牛仔先生你在哪里 我不用慢动作根本看不见他 我只看见了一堆骷髅架 人呢 掉到河里了吗 对方太多了 这边全是这个骷髅架 还有一名亡灵召唤师啊 再来咱们用50名盾牌兵来和他对抗一下 看看能不能解决掉50名盾牌兵啊 这个盾牌防御这个西部牛仔的子弹 还是非常有效的 哦呦一个后空翻 跳了起来 非常的兴奋啊 这家伙 哦不行啊 抵不住对方大军压境 对方应该还有一半的人啊 把我们这边的拉拉队全部都干掉了 我们现在再来一个单挑举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防御力非常强的抚盾兵啊 能够扛多久 哦还是挺能扛的 啊也是没有坚持多久啊 这个子弹射速实在太快了啊 不过也不错了啊 防御力很强 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牛仔 他的对空作战的能力到底如何 对面是12名的女武神 女武神第一轮的冲杀啊 一个俯冲 速度非常快 我们第一轮射击没有捞到好处 但是持续的射击啊 毕竟把这些女武神全部的干掉了 还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对方是十辆小推车啊 普通的小推车 速度不是那么变态 哦把我们要撞进河里了 我们再翻在空中啊 还是不停的在射击 完了 不行了 掉下去了 掉下去咱们就没有任何办法 现在我们让奇遇登场 让一拳超人也来体验一下这个疯狂的牛仔 奇遇是可以闪避的 但是面对这么快的攻击 奇遇也是闪不掉啊 被打落到了河里 牛仔开始追了过来 奇遇好像没有被淹死嘛 牛仔在空中向水底射击 没有打中奇遇 奇遇挥了一拳也没有打中 哇这一拳好疼 牛仔直接是挂了 即使不被奇遇这一拳击中啊 他也是要逆亡的 现在我们用弹反武士 来测试一下弹反的效果 哎 一上来挥了一刀 然后咱们也是向后来那个后空翻 啊单个还是防不住啊 这个速度太快了 我们现在将武士增加到实名 来看一下啊 应该估计有些悬 实名有些悬 哦 看基本上打不中了 太多了啊 配色太多了 哇变成一场屠杀了 这个拉拉队最后一个跳的好高 现在我们用绝地大师来登场啊 看一下大师级的摊反 哎 怎么开场人就没了 哇双 上高 为什么跳那么高 怎么回事 一个一个都跳了上去 干嘛呢这是 弹子弹啊 不是弹人啊 我这也太诡异了吧 他还很开心的在原地打圈圈 哎 你不是弹子弹的吗 为什么弹人去了 那么咱们这一期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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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